结束国战,为我独尊,大家好,我是一斌 本期视频呢,在玩之前,首先要感谢一位三宝莎的大神 三宝莎国战班的大神,这位大神就是格斯美拉这位大神 由于这位大神发的帖子,我才有机会做这些国战视频 本期视频呢,是一个野心家的视频,野心家 野心家在国战中经常是一些神秘人物 这位大神发的帖子,我真的看着也非常不错 当时我也是因为没无所在四处奔走 当时看着大神的视频就觉得非常不错 没有经过大神的同意,也是果断拖来的视频 无人非常机智的少年 如果要是他知道,那可就晚了 当然我估计大神也是不会和我生气的 基本上这种大神是比较慷慨的 本期视频呢,是一个无国的野心家的视频 这个野心家有时候,这个是我们主持人家的选项吧 主持人家选项,三权是必须要上的 三权一个小制衡,这点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是吧,单挑小神将 三权配合谁呢,配合一个大桥 不然比较,博手的减暗配合比较好 一个琉璃剑,一个小控场 而且也一个小防御 三权一个制衡,调整手牌质量,也是非常不错 但是无国比较稳的一个赌合 甘宁配合,甘宁配合 甘宁配合,甘宁配合 甘宁配合也可以,进行一个小拆牌 比较小牌不好的,拆水也可以 那这比较奔放,我还是比较喜欢大桥 大桥和甄宁,比较小叔子 比较小叔子和嫂子之间,毕竟是有些事情还是说不清楚的 嫂子的事情你别猜 但是这两个不合就不行了 一个不要命的265的,配合上一个管局多年的少傅 这可容易出事 对这奥师的手牌消耗太大了 这点,大家相信大家都知道 这我也不会多说了 主持人不断洗牌,不断洗牌 对不起来以为什么,洗的两个顺,一个桃源一个长班 这点我们就不啰嗦了 果然要拨护上奖,你杀我这么严重 相信大家也经常有这种情况 刷了好几张,看一张手牌并不满意,不断刷手牌 不就是为了刷一张,刷一张什么,刷一张闪吗? 可就是没有,逃的无中滚滚来,就是没有 其实一般那种时候我还是比较心慌的 因为没有闪的话,我还是就怕被别人忙死了 毕竟我经常干这种事,我也比较担心 喜欢我所谈的,大家多多建议,多多不要介意 起好跳的,放一个难门 我这样也不是卫国 其实我们玩国战的时候,如果你不是卫国 尽量不要放AOE,或者留着AOE 因为你放AOE,就是进行一个卫国的一个小爆发 其实我如果不是卫国的话,你可把难门放了,不会扔的 好,月鹰也是被打,也是被打残了 直接被压到一起啊,你说谁,这是谁 随便杀这个人,就是这个队友 这样的运气,根本不能忍,是吧 还是又一个二张蹦出来了 走无国打团战 主持人就背了个剧啊,陆轩也是一写 光荣成为野心压 我们要看见这个时刻啊,这种时刻我们还非常难遇到的 其实有时候,在要玩国战的时候 野心压,野心压并不是代表他不行 而因为他有时候掌握不种局势 而是因为有时候形势变化莫测 我们实在是掌握不了啊,并不代表主持人 野心压的能力不行,他有时候选招也不行 也是一个最大原因 这是我们显示图前一个,单挑小王子霸气 这一个差,可是太伤了啊 杀一刀,今天没有周泰了,这时候我们已经稳定能杀,稳定能赢了 吃个桃子,装好一个狮子 但是他继续压吴国,毕竟吴国现在虽然百度之虫死而不疆嘛 这个周泰说的一句话非常逗啊 吴国的主公,竟然是率先叛逃 这成何道理是吧 我喜欢这个小乔啊,他对手牌要求极度非常高的 比亚都非常狠 卢大师和周泰,这位世界著名咬舌棍子 我们也欣赏在各种,非常难以遇到 如果有鲁副和周泰的话 吴国显得以活了一半啊 你看吴国的核心能力 瞬间又可以秒的一个人,这爆发能力 有了二张,我们再也不怕祭牌了 吴盟配合一二张,挂了一把联弩 吴盟也不是从哪儿掏出一把联弩 直接掏,就突突突突死了一个真机 这时候我们,这时候吴国虽胜啊 敌军虽胜,然不可 但并没有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威胁啊 毕竟我们三个势力还是比较强的 几个联盟还是比较强的 可惜啊,可惜 我们只是要选择强弱人头的 毕竟吴国,吴国的独 吴国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还是比较强悍的 吴大师皮克周泰啊 大家不要小乔,小乔这个组合 这个组合是非常强悍啊 啊,丝毫没有选择量 这时候无量没什么意义啊 是吧 哎呀,这些统织的主持角 这就是孙前的一个小能力 能力非常强悍 没这么好的牌,没有好的收拾 啊,诸葛亮 诸葛亮,诸葛亮一个小关心 其实我觉得,其实我觉得 四号这种时候,就该亮就给亮啊 就不亮,你不亮啊 你不亮啊 你不亮在等什么时,等到猴年满月啊 鲁厚也是看到,不行了 完了选择放弃啊,毕竟毕压了 实在太痛苦了 但对我们主持角来说啊,觉得是一件好事 有个罗扫是谁啊 那是,哦,一个袁绍和铁和老头 他果然有掩藏的实力 又一个乱鸡 这袁绍 哎,卖萌吗 这不是啊 你这怎么有意义啊 你这乱鸡直接杀了一个干凌多好啊 哎,你这杀一个诸葛亮 诸葛亮的手盘肯定非常不错 人家怎么会没有闪啊 再见,袁绍 慢慢磨捏 他们聊着,磨捏还是比较轻松的 现在无疑,我把铁绍在场上是超红的最高的 主持角 现在首要目标还得打袁绍啊 袁绍一滴血 哇,这 打有多长时间啊 竟然有20多份装,我要给大家快进吧 毕竟后面还有一篇 一篇视频啊 啥 继续拆光它 对,继续拆光它 老头就不要拆 现在我们 最大的力气 用啥 老头选择了放弃啊 现在我们 还可以吧 现在还可以啊 就我们要单挑出个量还是有些虚的 也只能是 尽管其变啊 哎,祖国亮 他集中的量现在是绝对的boss啊 我们打 我们打他还是比较困难啊 我们其实旧派 祖国亮 是个什么武将 是一个 是一个旁统啊 这样我们的话就打的比较困难啊 尽管我们是年轻的贤主 老不死的啊 但是我们打他还是比较虚的 两个人关心的能力就 就开始弱了一些 还是个刘备 哎 你在你在 你在人 人都有什么用呢 怪你没有杀啊 这是谁运气好 来点杀就赢了 这显示我们小之后呢 有一个霸起来了啊 一个南蛮 带走祖国亮 这就是显盛啊 显盛啊 好我们看下一篇录像啊 看下一篇录像啊 看下一篇录像 是个甘夫人和旁统啊 看一看吧 看一看吧 比较人的录像也不容易啊 比较你也不是 你也不是缩坏的啊 等一下能原谅原谅啊 不是 不是 这批是 能看一看 比较人的视频主要是可以的 主要是一个 旁统和甘夫人 嗯 还可以 旁统作为一个 嗯 那个 手锅的一个小 手锅的一个 肉炖吧 那 凭上一个 甘夫人一个回血 也可以 但是 我一直对甘夫人并不怎么退出啊 一个 每当你恢复一样 嗯 或者自己吃了桃子 你能回血的时候 哎 回血的时候 你可以另一个实力相同的牌 摸一张牌 嗯 其实这个书胜看着非常好 但是 呃 配合起来还是有些 困难啊 毕竟桃子什么的 并不是回回都有啊 神志准备 开始一段开始时 你会起至所有的手牌 摸一刺 其法 不小于X X3千体制 每复复一天提点 你丢一天起 你丢一张牌 就会回头起 嗯 我的朋友说这个 这个武器很好啊 但是我对 武器一直 并不怎么喜欢啊 我们看主持有怎么打的吧 啊 一个甘夫人一个旁童 这我们再慢慢看 这个录像 我一直第一次看啊 我多以为我看了一遍啊 并不是 这个 主要是因为这边 压着这个楼主做的制片 非常不错 所以我就 果断的给包摊下来看看 甘夫人配合旁童 这一个野心压 打起来有些困难 最好配合一个 配合一些 特别的武器就好 有啥有啥 有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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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元也是非常果断啊 没见过这么果断的 赵元 所以守国这种 果断 是这样就可以守战 好 原上 原本初也是毫不客气 张教也是 也是跟上 雷公拍妹 直接叫赵元一个批 这还是一个 这还是一个 这还是个甲门合 夹雪 夹雪 张小 现在是没有闪了 三个 蜀锅 三个蜀锅 三个蜀锅 现在我们也不能亮 真粉 哎 在乱级面前 我们现在有些太不堪一击了 还是个月鹰 哎 蜀锅屌丝的果然成就了 祝元少成又一般霸业 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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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三个蜀锅 还有一个蜀锅 山海那个也是个蜀锅 哎 朱镅和张飞 这盘录像已经应该不算是蜀锅 也不该是蜀锅一挑一挑击吧 哎 像元初这种上线兵狂的武将 我们也是经常遇到 到时候他们是不会攻击队友的 只要我们赢了 什么都可以 我们还有三个 元少选择错管 原本初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样 赢的时候非常强悍 但是输的时候也是 但是放弃 但是收的时候也非常散脱 既然我们吊胆 他不是充分器 那么毕竟不是一个单挑神将 他我们还是比较轻松的 火光 还有红糖 原来这个书城是 是陶鲜众会写的 无数人说我眼睛 没有仔细看 就有点技能 我根本怎么使用 我该忽然 最后一直慢慢使用 我好 现在火光 火煞 带走元少 元少当时应该怎么说呢 你应该 你不该那么极箭 你应该留这一套脚 你不要放了多少 留这一套脚 活下来 一个离间 是吧 一个离间 这个就可以 或者是一个 雕山的闭月 并不是假的 对手才调整 也不是因为死的 这么快 就是有时候 哎 就是有些太过于 过于 对 过于 要不说元少 光闭斯用了 乱记起来 根本不管别人 取代言以后 要多注意 这时候不能这样 哎 哎 我退出来了 好吧 本次视频就到此结束 希望大家积极收看 要及之为大神 最大神叫 哥斯美拉 百度贴巴拉的人 楼主 知道都国战野生家的 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他 没事 我的视频也是 十分少了 到此来 向人家 求录像 当然 也当时人家 我也不是透露像 但是录像当时也允许 希望大家继续收看我的视频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影片再见 谢谢